大家好,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活太久就成了折磨 人灵终前会经历这些 早点迟到才不会受苦 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 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 而是如何安详地离开 我想死 这是一位85岁老人全身插满管子 去世前反复说的一句话 躺在急针抢救室的床上 戴着氧气面罩 喉部打了个洞 一根粗长的管子连向呼吸机 进食通过鼻孔 意识清醒但无法言语 医生的无奈子女的顾虑 伴侣的不舍 他们挣扎着用已经没有灵魂的肉体 延长生命 这种状态可能会维持几个小时 也许几天 也许是几年 在ICU病房里可以迅速榨干一个家庭 全部积蓄 用上呼吸机 营养液 护食等等 几千几万块钱 一下就花光了 这就是目前中国 很多大病家庭的现状 在人生的最后几天里 花掉了前半身所有的积蓄 受尽了痛苦 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 而有些时候 医生们却和我们普通人的选择不一样 医生自己如何选择离开人间 美国是癌症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当美国医生自己面对癌症侵袭 生命临终时 他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选择的呢 2011年 一名美国医生 叫Ken慕尤瑞 Ken Murray 发表了一篇文章 医生选择如何离开人间 和普通人不一样 但那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方式 How doctors die It's not like the rest of us But it should be 在美国社会和医学界 引起了轰动和辩论 几年前 一位名叫查理的 非常有名貌的骨科医生 发现自己 竟然患上了癌症杀手 一线癌 给查理做手术的医生 是个业内名医 可以把一线癌患者的 五年内存活率 从5%增加到15% 提高三倍 但是代价也是痛苦的 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 生活品质大大降低 查理拒绝了这位名医的治疗方案 第二天回到家 他关掉了自己的诊所 把所有的时间 全都用在了和家人 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后时光上 他放弃了化疗和放疗 也没有再做任何手术 几个月之后 查理在家里病逝 亲人们都陪伴在他的身旁 在生命的数量和质量之间 他选择了质量 在美国 有些医生重病后 专门在脖子上挂着 不要抢救的小牌 甚至还有人把这句话 闻在了身上 原因正是因为 医生们通过多年的临床经验 和见多识广 在工作中目睹过太多无效治疗 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 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 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 来延续其生命 病人气管将被切开 插上导管 连接到机器上 并被不停地灌药 作为医生 他们比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 都要明白 要不遗余力地挽救生命 可当医生自己身患绝症时 他们恰恰相反 却选择了最少的治疗 作为医生 他们知道 临终病人最恐惧的 莫过于在巨大的痛苦中 孤独地离开人间 他们明白 药物和医疗手术的局限性 以及他们给患者 带来的生活品质的摧残 和巨大的痛苦 他们在人生的最后关头 选择了生活品质 一名医生 为患癌父亲 做了最后选择 陈作斌 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主任医师 医学博士 在得知父亲身患 晚期恶性肿瘤后 把父亲送回了浙江老家 他并没有选择放疗 化疗 而是让父亲安享最后的人生 还特别向母亲交代 万一父亲出现昏迷 或者呼吸心跳停止 不要采取积极的抢救措施 如果可能 就适当做 镇静催眠 让父亲安享地离开人时 这是一个医生对自己父亲临终治疗方案的抉择 由于肿瘤晚期 全身转移 无法手术 同时 亲友们纷纷提出一系列治疗方案 包括 化疗 放疗 热疗等 以往都是我给别人挑选方案 现在 轮到给自己的父亲决定治疗方案 我束手勿策 陈作斌自己也做过许多次 类似的抢救 心脏按压起搏 因为晚期肿瘤癌症病人十分虚弱 很容易压断肋骨 切开气管 插进直径超过三厘米的管子 上呼吸机 24小时补业 包括盐水 营养液 消炎药 症痛药 症静剂 即使使用最新的抗肿瘤药物 一针剂几千元 也不过是延长一个月或者几个月的生命 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病人 亦是似有似无 逐渐多脏器衰竭 有的脑死亡之后 家属依然会让医生继续抢救 后来 陈作斌便送父母亲回老家了 老家四周群山环绕 自然环境十分优美 父亲回到村子 也少有人知道父亲的病情 陈作斌安排亲戚 谁也不要多说什么 让父亲安静 从容地过一段淑金的日子就好了 母亲陪伴着父亲 父亲不再吃药 不再打针 只吃些自己最喜欢吃的东西 母亲便每天换着花样给父亲做 爸爸吃得很开心 一直到去世 他也没有像晚期肿瘤病人那样 变得很瘦 我们面对最大的问题 是如何安详地离开 科技发展到今天 医生面对最大的问题 不是病人如何活下去 而是如何安详地离开 1999年 巴金先生重病入院治疗 一番抢救后 他终于保住了性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 进食通过胃管 一天分六次打入胃里 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 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位 每次换管子时 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 嘴合不拢 巴金下巴脱了酒 只好把气管切开 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身不如死的治疗 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 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 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 哪怕是昏迷着 哪怕是靠呼吸机 但只要机器上显示 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 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 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中医怎么看灵重关怀呢 中医第一注重神 第二是气 就是能量 第三才是心体 当人的心体无法再恢复的时候 要保护人的神器 不受过多的干扰 什么是干扰呢 过多的探访 过于嘈杂 过冷或过热的环境 过多的移动 尤其是过多的侵入性检查 治疗 人在临终状态的神器 非常的弱 因此也非常的敏感 这就使得任何一些细微的影响 都会造成病人极大的痛苦 所以 只要病人能够自主饮食 喝水 不存在呛咳的情况 就不要做鼻子 倒尿管也是一样 这些都会对人体正常病座 产生干扰 也容易引起泌尿系感染 万不得已不要做 如果要鼻子 也要考虑病人的中胶脾胃 是否能承受 这时候温热的米汤 生汤 比含量的营养液 果汁之类的 要合适很多 西方设有专门临终关怀病房 它的环境跟普通病房不一样 更像家 而且鼓励病人 放上自己喜欢的东西 如小家具 台灯 照片 甚至模拟一些自然界的声音和光线 家人也可以陪着它 国内目前这些部分还很缺失 人都会有这个阶段 而最后这个阶段也许是几天 也许是几个月 这个过程 如果有亲友陪伴 喂水 按摩 说话 洗脸 揉揉身体 甚至给他念经 祈祷 这些部分才是临终关怀最重要的一部分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关怀的交流 也是一个充分的 尽责尽效的功课 有了这个过程 双方都会很圆满 很安心 最后病人走了 家属心里不会有太多的后悔和遗憾 但是我们现代人有个很大的问题 很多人一没有时间 二没有主见 不敢担当 好多人更愿意把病人留在医院里 他宁愿多花钱 能让自己安心一些 尤其是家里有好多兄弟姐妹 好多不同意见的时候 会产生自保心态 而忘了什么才是对病人最好的选择 最后由医生宣布人没了 这会是一个空洞 永远都在 按照中医和到家的观点 新医认为的临床死亡 还不是真正的死亡 呼吸心跳停止后 三魂七魄才会慢慢离开身体 这时候神很虚弱 漂浮不定 但什么都能感受到 所以在那个时候 对身体的任何刺激 比如进行擦身 换衣 防腐 冰冻 这时候的触觉和痛苦 比平常要大很多 但这时候家属在精神上 给予他的帮助 他也能感受到 这份感受也会比平常大很多 因为这个时候精神的联通性 比活着的人要灵敏很多倍 如果病人有宗教信仰 在整个过程中 家属诚心为病人念诵经文 或进行打坐 目的是保持双方内心的安稳平静 就能形成很好的感应 这个部分对于临终病人来说 是最重要的 临终阶段 房间不要放电视 收音机 电脑等等 而且如果能够安排单独的房间最好 然后只安排病人喜欢的人 安静的人探视 不想见的人就不要见了 不然对病人来说 就是伤害和干扰 德国哲学家尼采说过 不尊重死亡的人 不懂得敬畏生命 但愿每一个人 看完这部影片的人 都懂得深的意义的同时 也能学会试着去理解 死亡的意义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唐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 critique 留意 词